HELLO 大家好 今天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興奮的 因為今天要說的題目就是光影 我自己近半年至一年來 除了好喜歡買唇膏 好喜歡買粉類之外 最喜歡買的產品應該是光影 我今天集齊了十款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或者網上討論度比較高的光影產品 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了 第一款就跟大家介紹我這邊面用的 就是一個MAC的高光 色號我會打在下面 它的浮誇程度 其實在我所有光影產品裡面 都算頭三位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它的效果 因為它只用了一點 你放在這個位置 它會幫你抓緊皮膚 很貼的 看上去不會像一大堆線粉 就這樣鋪上你的臉 它貼皮膚的效果是偏水光 偏鏡面 真的蠟蠟靈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是Party用 你是上鏡用的話 非常推介 還有我很喜歡它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色號很適合黃種 無論你像我這樣 偏白或者健康膚色用 用它也不會感覺太突圓 一會兒我會說到 可能有一兩款 其實你用了上面 如果你是黃種皮膚 就不算太漂亮 用它那次我會打在這裡 還有打在鼻樑上 效果也是剛剛好 它也不算一個很顯毛孔的光影 所以就算是鼻位 我也是會用它上 第二款 就是我用在另一邊的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這個palette 它裡面就有光影 還有陰影 一會兒我也會說同牌子 一個液體狀的光影 但現在就先說它 雖然它這個效果 其實是沒有MAC 一打上去就叮一聲 但是它可以幫你透到皮膚 比較漂亮的光澤感 它的粉質也是很幼細 很容易推 還有很貼合你的皮膚 最喜歡它的東西 都是它一盒裡面 有光影和陰影 但是這個顏色 其實Swain用的 就會覺得它太過啡 太過深色 我自己就 反而剛剛好用不到 如果大家在考慮這些 雙色的光影陰影組合的話 我自己也挺推介Charlotte Tilbury 這個的 而且它的包裝 鏡面也超級漂亮 剛剛說完它這個粉狀 我就說它這個液態狀 你看到其實我擠了兩三次 它已經扁扁 所以它的容量 我覺得不是應該用到很多次的東西 但是它的設計很方便 一拆出來之後 就有一個海綿頭 你就可以擠一擠 然後它就會彈出產品 這個算是我所有產品裡面 最浮誇的一個 我本身試上手的時候 就這樣開一行 都好像少林子十八童人那麼厲害 但是你塗了上面之後 它也是很貼皮膚 而且又沒有我上手那麼誇張 都是有那種叮一聲 臉好像變成了燈膽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妝感 而且它也是不顯毛孔 塗在臉上 塗在臉上也可以 但是呢 它就不算很持久 如果你是外出 可能真的三四個小時 你用它很沒問題 如果你真的保持全日的話 尤其是塗在臉上 它是會溶 而且它會溶到一塊塊 所以在誇張度 或者是妝感 而且容易不容易溶 中間大家就要取捨一下 如果你是可能拍照 也是兩三個小時 用它是非常漂亮的 之後就講一個 也挺多人提及 但我自己買完 是挺失望的一個產品 就是Hourglass的光影條 它做到好像它平時的粉底條 第一樣東西 我是完全沒有跌過它 但是呢 我現在扭完出來 我是不可以這樣扭回去的 一定要用手指這樣扭回去 就是它下面這個座 應該已經壞了 第二樣身亡的東西 就是它真的太過太過自然了 自然到我好像只是塗了一個 比較有光澤感的粉底照片 除非你塗完之後 真的拿一塊鏡子 烘得這麼近 然後在那邊拧著臉 才會看到一些光影效果 我發現它塗完照片之後 真的很貼的 很幼細的 是我所有的光影產品裡面 做得最細緻最貼皮膚的一款 就是我啦 我自己追求的光影 我是要上鏡 都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立立亮 然後有一點鏡面的效果 那它真的完全給不到你 但如果你真的超乾淨皮膚 你又不想臉 有太多閃亮亮的東西在這裡的話 你都可以試試它 因為它的粉質 那個幼細程度 還有上臉的質感 都是非常高級的感覺 純粹 我自己就覺得它的效果不夠厲害 如果大家只可以買一款光影產品 我會推薦它 那就是LM的highlight 這款我記得我在很多條片 都有提及過它的 因為它真的很自然 無論你是平日出街 或者我要出鏡 用它也是黑到好處 用了一層的效果 就好像皮膚有個很自然的光澤感 皮膚質感很好 很漂亮 而且完全不顯毛 用兩層的話 其實鏡頭就已經拿到那種光澤感 而且整個臉會立體很多 它的顏色跟剛剛MAC這個 就差一點點 但是兩個都很適合黃種皮膚 買了的話 是一定一定一定不會後悔的 那我這個小尺寸 就是搭配Sogo Fanful 那時候買的 大家看看它 今年還會不會有這個尺寸 我覺得很值得入手 下一樣產品 就是我人生中 第一盒high-end的光影產品 就是這個Clay Deport 我想如果你是很久之前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都應該會經常看到它 買的那時候 其實我不算很喜歡塗光影 但是 是在它的超級漂亮的樣子之下 我想買完回來 到我真的開始喜歡塗highlight那一刻 我用它我也是覺得很喜歡 第一它的色彩膚質 就是因為偏藍彩膚質 所以塗完上去 你的臉白都沒有一種通透感 那是我其他highlight 都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給我的 那當然我也有看過 有些人說 覺得塗了它 就好像只是臉鋪那些閃粉 我覺得其實它在我臉上 也算挺貼的 但如果你的膚色 真的偏黃多一點 還有健康膚色 我就不太建議你買我現在手上的 這個11號色 因為它真的偏藍彩膚質 那如果你塗上去 會有一點點突厚的感覺 那我建議你買它的warm tone 就是粉紅色粉橙色那些都很漂亮 下一個就是Fenty Beauty的雙色光影 我自己都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失望 它一邊就是幼閃 一邊就是粗閃 那就當是一邊自然一點 然後一邊的效果會比較厲害 但其實兩邊我自己都很不喜歡 首先粗閃那邊 我覺得它是非常飛粉 不貼面 掃了上去之後 就幾粒大的閃粉 鋪在這個位置 妝感是非常不漂亮 而幼閃粉低調那邊 上到臉又真的太過低調 而且它也是很不貼皮膚 無論我用掃相 或者我直接用手指揉完它 然後塗上臉 都是覺得它不貼合我的皮膚 顏色方面我覺得是很適合我的 但它又給不到一個 我自己很想要的浮花光澤感 又給不到一個自然的光澤感 我就... 之後這兩盒 我就當同一個產品去說 因為都是BECCA的光影 那我首先呢 其實就是買了紫色這一盒 超級漂亮 又是那些三角的切角面 跟著粉紫色 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說到其中一個 不算很適合黃種人的顏色 就算我自己買完它之後 我也是很少用到它 因為它塗上臉之後 不是壓力 它真的是紫色 它不會說好像Clay Deport 只是藍彈了一點點 它真的是粉紫色 那所以呢 塗這個位置 我覺得在我身上已經是極限了 那如果塗了鼻子 或者你的鼻子變了紫色 就... 真的都蠻奇怪 但是無可否認 它的粉質啊 貼合程度啊 都是非常之好 之後我看到有這個組合的時候 就立刻毫無疑問買了 其實它是一個眼影盤來的 你看到有些深啡色 深紅色在那裡 但它裡面呢 就有這三格呢 是BECCA非常之出名的光影 我自己最喜歡呢 應該是這一顆 就是MOONSTONE 如果你是買它 正常一個大尺寸的話 我也是非常之建議 因為它塗完之後 所以你臉上好像燈膽地 衝一下就這樣 就亮了燈 還有光澤感是很漂亮 很細緻 但是它有一些那麼多 顯毛孔 還有它有一些那麼多 不像狗 但是在我乾性皮膚上面 我是完全接受到 一用完它打到鼻子裡 好像立刻打到透明質酸 那樣 很神奇 所以它也是一個我自己覺得 我買得非常適合的產品 最後兩個產品 其實我自己也是不太喜歡它們的 第一個 就是Tom Ford的陰影加光影膏 剛剛我就說了Charlotte Tilbury這個 如果大家都是想買一些光影加陰影的產品 我是建議這個多很多 無可否認Tom Ford這個陰影膏 是真的很好用的 很貼皮膚 也是上完面後 好像馬上減了5kg 那麼誇張 但它的光影 是真的銀白色的 就算上到面 它也是銀白色的 所以黃種人塗完之後 就算我是偏白 也是很奇怪的一個顏色 我就真的不太建議給黃皮膚的人 所以這個就 我已經說完了 最後一個 其實我原本也很大期望 這個是想送給我一個Jouer的highlighter 它其實也在網上的討論度很高 但是我自己用完之後 我覺得一 它很飛粉 好像沙塵布一樣 你一拿一支掃尿 就這裡整個範圍都是閃粉 而且它一上臉之後 你塗在這裡 它的粉頭會掉下來 這裡你也在閃 第二方面 它在我臉上非常顯 我的毛孔 或者任何有凹凸的位置 因為我之前這裡 就浪費了兩顆 少少的凸起 一用完它 好像拿一個紅色圈圈圈 我那兩點凸起了的東西 所以我只給了五次機會 五次用完 我自己那一天 都是覺得自己的妝的光影 不算很漂亮 所以這個 我也不是太建議大家去買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就不要緊 走開 its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